今天想和大家講的題目 大家也看到最近的新聞 在24小時的健身中 有一個人很不幸地做BENCH的時候 壓到胸骨裡 然後到家人就不治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究竟如果你自己一個推的時候 可以怎樣補命呢 我剛剛裝了40公斤 模擬一下如果有重量的時候 你怎樣去自救這個推胸Fail 但其實我建議大家 如果做我推的時候 盡量在心瓶架上做 因為如果自己做一個比較大的重量的時候 有什麼冬瓜豆腐 在心瓶架上調高 它可以補充你的命 至少會否摘傷 就另一回事 但你至少先用電影子 但現在我只能調低 模擬它沒有安全架的情況之下 你怎樣去補充命 通常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做得重的話 你找隔壁的師兄 但如果真的沒有的時候 你就過去用心瓶架做推胸 就可以了 有兩個方法 首先我建議大家 現在推胸的時候 就不要放隔壁 不要放隔壁 因為如果你有什麼事 你不能把餅拿走 即是扔走 即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現在推胸了 如果放隔壁 推到下的時候 不行的時候 要摘住了 記住大家摘的時候 千萬不要摘到頸上 摘到胸上 這個胸有肉 可以先頂住它 你可以嘗試一下 然後把餅拿走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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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刺激就刺激 但是至少可以補到你條命 起碼你拿走那些餅之後 你推翻炸上去 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 如果你 下了扣的話 你是完全做不到這個動作 基本上 你不可能可以把餅拿走 因為下了扣扣 而且 你正常推胸 斷鼓你左右邊 不會 Imbalance 得那麼厲害 所以 那些餅在你推胸 即是推胸的期間 跌出來 就會小一點 起碼是小一點 好 第二個方法 就是 當你 下去推 推不到了 記住 跌到胸上 然後 儘量 慢慢 扭 轉 將它 轉出來 扎著肚子 接著 去到培骨的位置 就這樣 落在身上 OK 這個時候 大家都知道 這樣 是很痛的 你這樣慢慢滑下去 一定很痛的 但至少你條命 是保得住的 還有 當你慢慢滑的時候 你那個人 可以按一下 按一下 這個位置 基本上 都是你的肚腩 那些肉 所以 傷 不會真的那麼傷 但是 Elix 都可以保住 你這樣站高 自己擦餅也好 你放下 然後 才擦餅也好 所以 萬一你真的失敗 千萬不要落頸 一定要落在胸的位置 再慢慢滑下去 或者你這樣 自己滑出來 這個就是 如何去正確 推胸補命的方法 但 還是那句 最好 就是找一個人的運動 如果你對自己 沒有信心 或者你真的想推大重量 的時候 落心震架 又或者是找一個人幫你 那就最好了 這條影片就講到這裡 簡單而快捷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